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这样回向,你身上的业障会消失得很快 我们要想求福德的话,我们多分是求解脱的 但是我们也求福德,在你回向的时候 你要特别地回向 回向得欲大,功德辗转增胜不是那个物质多少 这是一般的物质公养 咱们念经的时候,咱们读普贤行愿品,大家都知道法公养为罪 不论你念地藏经,念金刚经,念阿弥陀经 你念完了,你要加以回向 用普贤的回向愿来加以回向 你那功德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功德了 你能够把你这个念经的功德,或者修行的功德回向给现在苦难一切众生 那对你自己,业障消失得很快 不想功德吗?那功德就大了 佛就跟地藏菩萨说 若一切众生在做功德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回向 回者,就把我这个功德回了向给他 向给什么呢?回向三宝,变十方 进法界,往下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苦难的众生 你功德就大了,所感到果报就大了 假使我们在山林空旷地方,你喊一声,四个山读回应 就想量,很大形容就是那个意思是的 你这个功德你自己不执着 不为了自己,咱们经常念不为自己求幸福 当愿众生得安乐,就这个回向心 这功德就大了,所以把三节变成十节 乃至于如果是你修求到的,利益众生的话 那你未来弘法立生的时候,眷属就很多很多的 这也是不失功德,加上回向了 这跟以前那个不同 又进了一步,还不止这样子 现在咱们这个世界上稀骇频繁 特别多,如果我们每位道友在屋子里头 或者你上殿,过堂当中 在你临离开时候发回向心 把我这一次所做的功德回向给众生 愿消除他现实的刀兵,水火,积井,灾害 那你这功德就大了 看是看不见的,摸是摸不住的 这个回向功德不可思议 你得到一文钱,变成十文,变成百文,千文,万万文 所以莫忘了回向 在修补经书,修复塔庙的时候 这个国王乃至诸众人,发愿回向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离这三灾八难痛苦 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愿一切众生学佛,学三宝 都能成佛道 这个福德没法计算,无量无边 一,回向的力量 由回向给众生带来利益的势力 古往今来在高僧大德的传记中比比皆是 佛经中也不胜枚举 佛陀在广延城的时候 那里的信众准备在第二天迎请佛陀 供养武斋 当天晚上,有五百恶鬼来到佛陀面前请求 明日供养您的善根,可不可以回向给我们 佛陀明知故问,为什么要回向给你们呢 那些恶鬼回答 我们是广延城这些人的父母 以吝啬之夜而转身为恶鬼 佛陀说,你们明天前来就可以 不来的话,不行 恶鬼们说,我们长相这么丑陋 若被亲朋好友看到 实在不好意思 佛陀说,如果你们不来 我也没办法回向最后 恶鬼们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回向时 五百恶鬼如约前来 广延城的人们惊慌失措 四处逃窜 佛陀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害怕 这些恶鬼是你们父母转生的 他们生前为了你而造恶业 如今变成这样的身相 是否能将善根回向给他们 人们回答说,既然如此 无论如何也要回向给他们 佛陀回向后 那些恶鬼都转生到33天去了 所以,回向对众生真的有无量利益 一般来讲 中英界的很多众生 没有机会行持善法 若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在人间行持善法 就希望他们能将善根回向自己 所以我们如果听说人死了 尤其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人 应该马上念普贤行愿品 观音心咒来回向 这样他们一定能受益 回向是可以实现的 它是有功德 有力量的 《地藏本愿经》中有一段说 很久很久以前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出世 相法时期有一婆罗门女 善根深厚 信仰佛教极为虔诚 但她有一个邪见教重的母亲 不但不信佛教 反而诽谤僧众 轻毁三宝 婆罗门女想尽一切办法 劝母亲 但始终无法转变她的观念 后来母亲过世 婆罗门女很伤心 据母亲生前种种 推知她肯定堕入了恶趣 于是婆罗门女变卖家产 供养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向 在佛像面前一直潜心祈祷 之后赶得佛陀在空中告诉她 要想知道母亲转身何处 回去诚心念佛号即可 婆罗门女回去后 一天一夜不断持念佛号 以佛的加持和威力 她看到自己来到地狱 并目睹了各种苦难残境 由于鬼王名为无独 前来迎接她 她问这是什么地方 鬼王说 这是铁围山 铁围山不是地狱吗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我母亲是不是转生到这里了 鬼王告诉她 你母亲本来再次受苦 但三天前已经升天了 因为她女儿为她社工修复 供养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 婆罗门女回到人间后 对因果更加深信不疑 利弘誓愿 愿我今未来节 应有罪苦众生 广设方便 使令解脱 佛陀告诉大众说 当时的婆罗门女 即当今的地藏菩萨 当时的无独鬼王 即当今的采手扑菩萨 通过这个故事可知 纵然转入无间地狱 为其超度回向 他们也能获得解脱 二 回向公安 有一个农夫 离请无相禅师到家里 来为她的王妻送经超度 佛事完毕以后 农夫问道 禅师 你认为我的太太 能从这次佛事中 得到多少利益呢 无相禅师肇实地说道 当然 佛法如此行普度 如日光变照 不只是你的太太 可以得到利益 一切友情 众生无不得已 农夫不满意道 可是我的太太 是非常娇弱的 其他众生 也许会占她便宜 把她的功德夺去 能否请您 只单单为她送经超度就好 不要回向 给其他的众生 无相禅师 凯探农夫的自私 但仍慈悲地开导道 回转自己的功德 以去向他人 使每一众生 均沾法意 是个很讨巧的修持法门 回向有回事向理 回应向果 回想向大的内容 就如一光不是照耀一人 一光可以照耀大众 就如天上太阳一个 万物皆蒙照耀 毅力种子 可以生长万千果实 你应该用你发心点燃的 这一根蜡烛 去引燃千千万万只的蜡烛 不仅光量增加百千万倍 本身的这只蜡烛 并不因而减少亮光 如果人人都能抱有如此观念 做我们微小的自身 常会因千千万万人的回向 而蒙受很多的功德 何乐而不为呢 过我们佛教徒 应该平等看待一切众生 农夫仍是顽固地说道 这个教义很好 但还是要请法师破个例 我有因为邻居老赵 他对我可说是欺我 害我 能把他除去在一切 有情众生之外 就好了无相禅师 以严厉的口吻说道 既约一切 可有除外 农夫茫然 若有所失 人性之自私 计较 狭隘 于这位农夫身上 可以完全看出 只要自己快乐 自己所得所有 管他人的死活 殊不知 别人都在受苦受难 自己一个人怎能独享 如论世间 有事理两面 事项上有多少 有差别 但在道理上 则无多少无差别 一切平等 等于一灯照暗示 举世通明 和能执照异物 他物不能沾光 懂得一切的人 才能拥有一切 舍弃一个 就是舍弃一切 舍弃一切 人生还拥有什么 回向试破执着 把所有一切 所修福报功德 都分配给大众共享 这叫回向 不回向 所修功德 是有限量的 一回向 所修功德福德 是无限的 唯心所变 佛与大菩萨的福德智慧 是圆满的 因其心量大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